你小时候最离谱的梦想是什么 我想变成神仙 云并风伤 还可以腾鹰驾雾 遨游山海的神仙 可是 末法时代灵气稀薄 修仙是修不了了 看来我只能用自己的办法了 好在真正的神仙 长什么样我是知道的 你看 这是寿仙玛姑 虚记冲鹰之人 好漂亮呀 我决定就算修不成仙 至少也要变成仙女的样子 先把她的衣服复原出来 仙女的衣服买是买不到的 只能定制了 喂 马儿姐姐 那个衣服能不能便宜一点 你听我说 我从小就有一个动效 真好看 就是太贵了 饭都得省着点吃了 衣服有了 我看她身上 还有好多的饰品 樱落和手镯 都是金子的 金子 那得多少钱呀 还好我找到一门 点银成金的仙术 用银子 那就好说了 喂 南翔 我又给你寄了120斤矿石 啊 你再帮我练练银子吧 你听我说 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你听我说 要不要不要 我跟你说 是不是 不敢 再帮手 你 我 你 那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莫做好了 不过不是很圆啊 把这些部件都换就好了 现在只需要用科技加上一点点神奇的粉末 就可以渐渐奇迹 一整套仪式都打好了 我还用剩下的银子做了一个小挂件 很漂亮吧 全套仪式有了 但是它头上还有这么多头饰 又得不少钱啊 我觉得我能自己做 只要有残思就可以了 五千年前的今天古人就已经发明了骚丝织造 更是因为它开启了后世的丝绸之路 因为蚕丝独特的光泽 做出来的绒花蝉花都成为过皇室供品 直到今天 看起来依然尽量 酒店 我先看起来 你在这家里的联织 你自己做的东西 我先看起来 我先看起来 好 你自己做的东西 我先看起来 我的天啊 两天啊 我先看起来 这两朵牡丹我做成了绒花 那几朵白色的菊花和竹叶森我打算做成蝉花 现在整套的头发 用我刚买的新一代OPPO小折叠记录一下 后置有三颗摄像头 拍出来的照片真好看 忙活了这么久 总算是把它们都凑齐了 不过就算穿上整套的仙女装备 也还是不够 因为仙女还要会飞 我决定再去练习一下飞天 朱仙老师从小也有一个梦想 五小女 哇 嗨朱仙老师 诶 九月 你来了 好厉害啊 要不你来试试 好呀 好 都说讲出来不被笑话的梦想 都不错梦想 我们确实很难硬撼残酷的现实 但是可以选择面对它的方式 就像古人 曾希望朝碧海而能仓舞 曾像陈大鹏起 扶摇而上九万里 直到今天 古人的一眼千年 不过是现在的起心动念 人有一种特别的天赋 虽然只有两只脚 但是梦想就像蜘蛛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古代的指南语到现在的北斗 其实今天的我们 更像古人梦里的神仙